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位最后的嘉宾 这个周老师 我想呢 我知道您挺忙的 但我想让您看十分钟 这人很重要 对 这个嘉宾不光是崇拜他 还崇拜你 这人很重要 非常重要 男的女的 那不能告诉你 那要不然浪费一个问题 行 这些重要 来 您坐这一下 那您继续猜 对 您猜错了我替您那个成长 不不不 我有心理在这 好 假老师您不用 您就站这儿 成绩都是他 好嘞 成绩都是我的 我不用上去了 我还有一个灯 反正第二号灯还没拍吗 好 第一个问题 请问您是先生还是女士 男的 也是男的 男的 谢谢您 其实是怎么回事 怎么你一来就一个女的 都不给找呢 师傅 师傅 都跟着王文健走了 我建议啊 师傅刚才我的观察 您最好别问是哪的人 因为这个阻级太迷惑您了 对哪人这个太宽泛了 请问年龄 比我大 比你大 比你还大 你想想 这指的比蒋老师还大是吗 对啊 那就70岁以上 最大的 70岁以上 请问您的职业 对这退休了 退休了也是 你问完了 你退休也有个职业 对你能退休之前干嘛 没错没错 第四个问题 必须要回答这个 第四个问题 对 不这退休了这不行 你退休我也退休了 对啊 你哪能说退休了 这应该应该有个有个原理 就是您说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各位 第四个问题你应该问的是 跟您在哪儿相识的 对 内蒙古 是不是拉苏融啊 拉苏融 蒋老师 最后一个问题 咱们相识有多少年了 您还记得吗 菜 很多年 这菜不靠谱了 这个 很多年 你这交朋友有问题 你看 我刚才你俩徒弟 没有问题 我应该问问他是什么民族 如果他是蒙古族 那就肯定应该是拉苏融 好 如果是汉族 请准备 到底二号房经理是谁 掌声有请 1968年 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 蒋大为毅然决然地 决定和爱人张佩军 一起来到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浩特永安村 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那一年他21岁 1968年 把他们的书籍都接了 那是他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 他用青春热血 谱写了自己华丽人生的开篇 城市里的青年 来到这北大方 那也不容易 整了五十年来吧 都是好哥们 而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两位老人 就是将近五十年前 蒋大为上山下乡时的知情队友 跨越半个世纪 多年未曾谋面的他们 在这个舞台上第一次重逢 大为 我老的 你也老了 都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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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都是 我七十二比七十 我们集体后人 都是我在插队落户 我们一个村儿的我们领导 我们村的领导 来来来 两位老人家 这边请 这边请 大为老师 有多少年没见过他们了 我从离开 瑰瑞河以后 哪有时间 这蒋大为非常忙 这是我们生产队 我们领导队长 样子隐隐约 我还能记得 都一下子 你看我到北京 就将近五十年了 五十年了 我们这次呢 专门去内蒙古拍摄了 我们特别希望 蒋大为老师 还回忆一下 当年的这个地方 我们去拍摄了一下 当年的 您还记得吗 那个 我记得 我记得 蒋大为那时候 插队就在我们这儿啊 就这一坡一山 我们就一块干活 一块劳动 一块上班 一块下班 晚间上 明晓这时候还可以唱歌 都跟他学习呢 那蒋大为唱了歌的时候 那真的这个土都 刷了刷了 经常来 前五年就 这二姐也没有旁的 可说的 而就是想你们呢 他们的照片 被村民们视为珍宝 他也老了 张卫君也快到七十了 转眼五十年 当年一起奋斗的青年男女 都已白了头 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 相同的是 那段念念不忘的青春岁月 在那桃花 盛开的地方 我刚刚刚才尽ord 在那上班 我好像不想要 我跟他说 绝望的天使 我还要 我像这一样的 我像那样的 我像那种 我像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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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那么多年级节目 第一次有试试读到我插队的这个地方去 拍摄这个场景 第一次